山东小伙花六万买一头没人要的病猪 还给他喝牛奶吃鸡蛋 当祖宗一样供着 然而六年后却靠这头病猪年赚两千多万 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吕寻达是山东洋谷人 和很多人一样也是一个上班族 而在运输公司上班的吕寻达 出差是常有的事情 有一次他出差来到了莱武市 吃了一顿让他至今都回味无穷的菜 那就是莱武当地有名的莱武黑猪肉 虽然是肥肉 但吃起来一点都不腻 吕寻达当时就在想 要是在家也能吃到这种猪肉多好 那个时候吕寻达一个月的工资 只有一千两百元 对于已经成家的他来说 这点钱还不够自己花呢 更别说养家无口 所以他早就想通过创业挣田 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于是他经过考察后决定 养殖莱武黑猪 2009年吕寻达辞掉了工作 又将家里的房子抵押 这才抽到了80万的创业基金 他以一头1.5万元的价格 从莱武演进了20来头莱武母猪 可等他向对方提出 想要一头莱武种猪的时候 对方却坚决的拒绝了他 甚至还说在莱武市当地 根本买不到纯种的莱武黑猪 因为说一个是稀少 没有 再一个就算是有 也不会对外出入 当时他说了一句 好像说 我宁愿给你给我两顿 那个黑猪肉的冷鲜肉 我也不能给你这一头种猪 而眼前这个就是莱武黑猪 它主要分布在山东省莱武市 虽然它的肉质鲜美 但生长周期长 经济效益还低 所以养的人越来越少 这也导致莱武黑猪的数量 越来越少 等到上世纪70年代末 莱武黑猪就已经濒临灭绝 后来成为了国家保护猪种 这才好了很多 所以很多养殖场 都把莱武黑猪当宝贝一样 并不愿意对外出售种猪 哪怕吕寻达重金收购 养殖场也只是答应 给他提供黑猪经验 吕寻达又怎么会愿意呢 这样一来 猪场的发展 就会掌握在这些养殖场手中 那他还创业干什么 于是 他为了找到自己的种公猪 开始四处打听 朋友告诉他 可以去莱武市一些偏远的山区 说不定能找到一两头 瓶种脚唇的种猪 可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 吕寻达在山区 住了大半个月 找到了几十位老百姓打听 也没有找到一头纯种的莱武黑猪 养猪的虽然不少 但大部分养的都是伤体猪 就是常见的白猪 而纯种的莱武黑猪很好辨认 因为它适应了莱武市的山区环境 所以善于爬山 经常运动 就导致莱武黑猪的腿 比一般的猪腿要细 体型也适中 除了这些莱武黑猪 还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可吕寻达在山区 寻找了半个多月 也没找到一头纯种的莱武种猪 直到五月份的一天 一位中介给吕寻达传了一个消息 说莱武有位养殖户 准备卖掉一头莱武黑肿猪 吕寻达马上带着同乡的兽衣 从三百公里外的辽城 赶到养殖户家中一看 果然是莱武黑猪 品种很纯 但吕寻达却高兴不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 山东小伙花六万 买一头没人要的病猪 还给他喝牛奶吃鸡蛋 当祖宗一样供着 然而六年后 却靠这头病猪 年赚两千多万 他究竟是怎么做到呢 吕寻达来到养殖户家中发现 他们要卖的莱武黑猪 有点毛病 不仅体质弱 还是一个瘸腿 而吕寻达的猪场 也不是人工受精 主要还是依靠本胶 可公猪一般交配的时候 要靠后腿支撑 如果他的后腿不够强壮 就很难交配 正是看到这种情况 这位养殖户才决定 把他卖掉 别看黑猪的腿瘸 养殖户却没有一点降价的想法 反而提出了六万元的天价 这个价钱让吕寻达吃了一惊 对于一头有病的工种猪来说 他不值这个价钱 可当吕寻达仔细观察后 却立马掏钱 买些了这头黑种猪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将近半个月的时间 他都没有找到一头纯种的莱武黑猪 让吕寻达意识到了事情的困难 其实有点弱 不过我感觉 我花了六万块钱 买一头这样的猪还可以 来到这个训物室也说了 回去以后我们自己调理一下 也可以正常使用 所以吕寻达觉得 他只要把这头瘸腿猪 好好调养一阵就行了 可当吕寻达把这头 价值六万元的莱武公猪 带回村里的时候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大家都到吕寻达家中参观 想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猪 竟然价值六万元 可当村民们参观后 他们的吐槽 却让吕寻达的心 瞬间凉了半截 村民们都说 这头黑猪不可能当种猪 村民的议论让吕寻达压力很大 他只能每天给公猪喂鸡蛋牛奶补身子 希望这头公猪能早日站起来 可是一个月过去了 公猪的后腿也没有一点好的迹象 这让吕寻达也没了自信 直到有一天早晨 当他再一次给公猪喂鸡蛋牛奶的时候 却发现公猪不见了 把吕寻达吓了一跳 这头瘸腿的猪 可是他全部的希望 最终在十米外的一个母猪圈里找到了他 而且还跟一头母猪在一起 这让吕寻达很高兴 但他还是感到很奇怪 一头两百斤重的公猪 是如何跳出一米多高的眷舍呢 后来他才知道公猪想要配种了就会 原来当母猪发情后 会发出一种气温 公猪能够闻到 所以只要公猪看到发情的母猪 就能窜过去配种 而猪场的二十头母猪 也全靠这头腿瘸的猪来交配 几个月后就繁育出了小猪 吕寻达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终于要成功了 然而就在半年后 吕寻达却有了想要自杀的想法 这是怎么回事呢 山东小伙花六万 买一头没人要的病猪 还给他喝牛奶吃鸡蛋 当祖宗一样供着 然而六年后 却靠这头病猪 年赚两千多万 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吕寻达治好病猪后 终于繁育出了纯种的莱乌黑猪 可就在2011年3月的一天 吕寻达走进猪场 发现一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情况 他起初也没在意 还以为是小猪体质不好 没想到在几天之后 吕寻达发现猪场里大部分的猪 都开始犯咳嗽的毛病 这让他有点着急 立马咨询莱乌那边的养殖户 这才发现 原来是因为自己当初 选猪种的时候 没把好关 所以导致现在繁育的黑猪 有了这个毛病 只要一活动 就很容易得肺心病 而一般养殖户 治疗黑猪的肺心病 都是使用真剂注射 可吕寻达却拒绝了这个办法 因为真剂注射 容易产生药物残留 对黑猪不是很健康 所以吕寻达就想使用中药治疗 而麦冬和黄奇 可以治疗人的咳嗽 他就在想 这对猪是不是也管用呢 于是吕寻达又种了 68亩的黄奇和麦冬 将它们加进猪饲料里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 吕寻达就一下子 死掉了100多头猪 损失了30多万元 让他的创业 成了村里的笑话 那段时间 吕寻达只要一走进村里 就有人在背后议论 说他就是在瞎折腾 而他为了养黑猪 已经投入了200多万元 家里面也因此 欠下了100多万外战 这让他感到压力巨大 在那段时间里 他经常去河边转悠 和吕寻达跟那些来散步的人的目的不一样 他到这散步 是想跳河 吕寻达几次来到桥边徘徊 想要一死了之 可当他想到家里的妻子和孩子 还有自己的父母 他能这样记住了之吗 这也不是说一个有责任的男人 应该做的事 他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 2012年 吕寻达决定 从头再来 他找到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专家 希望通过杂交来提高莱污黑猪的抗病能力 从这一年4月份开始 吕寻达在专家的指导下 用阳谷县本地的黑猪和莱污黑猪进行杂交 而本地黑猪抗病能力强 通过多次杂交选育后 不仅降低了后代得肺心病的概率 还将本地黑猪体格大 瘦肉率高的优点 跟莱污黑猪的优点相结合到了一起 因为黑猪肉一般都有太肥的问题 所以吕寻达专门建了一个运动场和一个游泳池 来帮助黑猪减肥 在吕寻达的猪场里 只要是长到50斤的黑猪 都会放养在这里 时间长了 黑猪就也惯了 很不好抓 抓一头黑猪 需要两三个人 将塑料袋套在黑猪头上 然后将它硬拖出去 可这样的猪该怎么卖呢 为了增加猪场的名气 吕寻达就想到合作共赢 原来在他的养殖场附近 有很多蔬菜水果的大棚 他就在想如果自己的黑猪场 能增加采摘项目 肯定能吸引不少游客 于是他找到附近的农户提出合作 而吕寻达每一次都能带来不少人 一次就能让农户挣到不少钱 尝到了甜头的农户 自然就同意和吕寻达合作 而这对他来说 也增加了猪场的吸引力 每当游客采摘完水果后 吕寻达在顺势带游客回猪场 看黑猪打架 汽水增加了不少乐趣 等到晚上就趁机推出大锅炖猪肉等菜品 免费请大家品尝 他相信只要是吃过黑猪肉的游客 就会变成他的客户 而这游客中也有一些是经营酒店的 等了解过吕寻达的黑猪后 也会跟他达成合作 一点不念 我还开始第二块 等到2015年 吕寻达合作的酒店增加到6家 逐渐打开了来无黑猪的销路 年收 他我就会变成了 你的 感谢观看